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羹人 作者卖爆小狼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二百二十六集杀敌 一列三百人的商队在关道跋涉 一辆辆平板马车拉着货物 防水布底下盖着的是云州盛产的丝绸 茶叶 瓷器 以及胭脂水粉 再就是一些云州的特产 比如蛇咸雁 黄金石等 商队的东家是一位满脸横肉的汉子 叫赵龙 早年也是云州江湖赫赫有名的豪杰 黑白两道通吃 过腻了刀口填血的日子 靠着早年闯下来的名头 以及人脉关系 做了商队生意 他总能打点好沿途的山寨 四平八稳的离开云州 将货物散到各地 转的盆满钵满 时间久了 很多商人都愿意花重金加入赵龙的商队 求个平安 赵龙的商队发展至今 演变成了半商半标 杨莺莺就是躲在这棵大树下乘凉的一份子 不过她是以散人身份离开云州 花了二十两银子请求商队庇佑 毕竟她这样的弱女子 根本不可能独立离开云州 指不定哪天就在关道上被拦路土匪接走 当了压宅夫人 以她的姿色 当个压宅夫人绰绰有余 杨莺莺本是云州教方司里的女子 年轻时也是位花魁 后来有幸遇到了良人 为她赎了身 便被养在院子里成了外事 而今年过三十 资容不减 反而是身段愈发的风雨 更增添了成熟妇人的魅力 她有一双明亮的性眼 望着人时眼波盈盈 骑在马背上的杨莺莺 察觉到周围标诗们火辣的目光 忍不住紧了紧斗篷 把脑袋埋得更低 她的手乍一看是护着丰满的胸脯 避免被某些汉子的目光亵渎 其实呢 她护的是怀里的一个物件 正是这个物件 迫使她离开云州 一位标诗垂涎欲滴的 看着杨莺莺的背影 骑在马背上 罗裙贴着身体 那紧绷的臀部轮廓 可真诱人啊 身体强壮的标诗一家马腹 追上杨莺莺 咧嘴笑道 美人儿 晚上陪大爷耍耍 大爷这次出行证的银子都归你 十两银子呢 杨莺莺 置若闻 不回应 也不拒绝 全当没她这个人 标诗又说了几句 见美人儿不理 骂咧咧的走了 与她相熟的几个标诗 哄笑起来一阵奚落 但每个人眼里都有失望 这女人油烟不尽 他们也一样没机会 几个手头有着人命的标诗 眼里闪过狠了 这样独自出行的水灵妇人 要不是碰到了赵老大 早就被人吃得连骨头都不剩了 伤对前头的赵龙 抬手做了个手势 标诗们 立即抽出兵器 如临打敌 但刀只出窍一半 这是走标不成文的规矩 大家混江湖求的是财 除非双方实力差距悬殊 否则不会死磕 更何况 赵老大在黑道向来有几分搏灭 否则也不会吃这碗饭 小道两旁密林中 哗啦啦跳出七八十号人 刀锚先亮 插路上更杀出二十余旗 皆是人强麻壮 赵龙有些纳闷 这条路他每年都要走好几遍 哪条路段需要打点 哪个山头需要孝敬 他一清二楚啊 这片林子 什么时候出现了这么一群捡净汉匪 赵龙压了压手 失忆手下的标诗稍安勿躁 策马往前走了一小段 朗声说道 在下赵龙朋友们之前是混哪条道的 靠得近了他忽然意识到不对劲 这群汉匪腰间挂着军弩手里握着制式长刀 这些都是军中装备啊 赵龙听说过某些大寨子不缺军需 军刀军弩甚至火冲一应俱全 但那都是顶级的土匪大寨 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啊 宁言 你看起来就像这个被女子掏空身子的病夫 宋庭峰与许其安齐头并进 趁机打趣嘲讽 许其安看了他一眼 我有个朋友 问我有没有四天剑撞扬补肾的药丸 宋庭峰笑容一浇 我那个朋友就是朱广孝 广孝啊 你都有未婚妻的人了 何苦那么拼命啊 宋庭峰把锅甩给了朱广孝 朱广孝闷不吭声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呢又觉得不甘心反驳 我是怜香惜玉的 你吃相太难看 每天早上陪你睡觉的姑娘都下不来床 你自己不知道节制 亏空了身子 武夫体魄强悍 精力旺盛 可就算是牛魔王天天从晚跟到早 日子长了也会气血亏空的 我这是厉害 宋庭峰不服气 骄傲地笑道 只有教方司的姑娘能尽情地配合我 尽管他们也疲于招架 庭峰啊 宋庭峰听见许清安喊他转头看过去 干嘛 不是你厉害 而是人家能容忍你的渺小 你滚 嬉笑怒骂之间 带队地将绿钟沉声道 前方有血腥味 全员准备 枪的一声 刀刃出鞘的声音 整齐划一 虎奔卫大羹人 同时抽出了配刀 并摘下了军弩 突进 驾 将绿钟一家马腹冲了出去 巡抚队伍瞬间进入行军状态 速度极快 且已有条不稳 行军十分钟 前方出现密林 风带来了浓郁的血腥味 当进入密林的刹那 立剑从两侧射来 袭击狂奔中的 大羹人和虎奔卫 将绿钟抬起手 往下一按 剑语撞在看不见的气墙上 无力坠落 他挥了挥手 虎奔卷 竹林杀敌 说话的时候 将绿钟看向前方 关道上横尸数百具尸体 鲜血染了一地 马匹南逃毒手 这支商队运送的货物 散落了一地 他立刻分析出情况 因为自己提前嗅到了血腥味 命令队伍奔袭 这群捡禁土匪 听到马蹄声时 已经来不及撤退 于是在林子里埋伏 密林中传来激烈的战斗声 虎奔卫是京城五位之一 虽不如进军那般 骁勇善战 带远胜地方军队 双方人数相差不大 箭矢和刀锋交错 打得有来有往 江绿钟愣了愣 有些意外 扭头看向许清安 宁言 杀过人没 杀过一个 重伤一个 许清安 望着横尸一地的伤队 随口汇报战绩 江绿钟 吃笑了一声 猫没长期的小子 大耕人们轰然大笑 除了许清安这个加入 大耕人两个月不到的菜鸟 其他人都是身经百战的武者 杀人都不眨眼的 江绿钟指着林子 去 连连手 最少杀十个 许清安收回目光 缓缓吐了一口气 好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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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